收看的是三立财经台 晚安 欢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李星云 我是邱领泰 今天在台北股市的一个部分 尾盘似乎出现了一些的调节 力道跟随着国际股市一样 目前现在是走跌的情形 邱老师 不过在早上 台北股市趋势显得相对强劲 那为什么台北股市能够hold在这边呢 这个就是 就这样子啊 就是因为市场上期待明天 未来一两天大部分条款的 这个可能废除 现在市场上一直在喊废除 所以这个 我跟大家讲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国际观念 我说实在 我也是在等待大部分条款的废除 不然你这段时间 你听我讲 我是不太做多电子 因为国际股市都不好 对 我记得我还跟大家讲 来看一下这一张 先看这一张好了 稍微照到这边来 你看一下 这个是红海 89块在这边 这是红海 有没有 所以我说 特别我们一定要一个观念 观念你还是要弄得很正确的话 你在股票市场上操作 你才能够很自然 很自然 那国际股市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道琼 道琼又跌了 道琼的 这个技术面 再给我们看一下日K线 那么 道琼开始重挫 开始重挫了 你看跌到那里了 道琼的季线是破了 那底下是在年线那附近 德国 德国也是来到这个季线 德国也来到季线 破季线 那法国就不用讲跌破年线了 法国跌破年线 英国更惨 英国都很惨 那么费办也是这边震荡 伦敦金融这个都跌一大段了 都跌一大段了 那日本呢 来看一下日本 更奥妙 日本 日本也差一点点了 这几天一直在跌了 一直在跌了 18000跌到16700 现在还在跌 那港股就不用讲 香港 香港看一下 香港你看看 跌破 破现了 这个破现了 我们再来看韩国 跟我们大家都联动性很高的韩国 你看破成这样子了 台北股市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上证 这个综合指数 大陆的综合指数 这个还勉勉强强 这个还勉勉强强 你看东西是吧 所以台北股市也没有大幅的 指数也没有大幅回撤 所以我说过 来大家 大家联系两天 我们守了季线 我们再来看看 2317的鸿海 2317的鸿海 你看一下就知道 明朗友说什么 你看是这样子 我刚才跟大家讲 这个位置是97块的位置 我刚才跟大家讲97块的位置 有没有 现在我们再看到现在画面的鸿海是多少 八十几块 八十六块了 八十六块 还收最低 还收最低 所以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这一定有 你看看可乘 可乘 2474的可乘 你看那个日K线 那跌成什么样子 还有同志 来 3552今天直接刹到跌停 有没有 你自己看 你看这个位置 过去大家喊了半天 过去这个 除非你在一个月前买的 那还没话说 一个月前 你过去这一将近半个月到一个月 你赚不到钱 华金科 3059华金科 你看一下 头部都出来了 大家那时候还在喊嘛 华金科怎样怎样 你如果说他赚不到钱 我们来看 麻烦再给我们看一下 NBI生计指数 连三天下跌 NBI生计指数 这个很大的疑虑了 NBI生计指数 出现了黑K棒 对 生计股你涨多 真的是要小心了 你看这个 开始不对了 你不要看到这个长黑 要两三天 他已经把这一个月 几乎这一个月都跌坏掉了 就是那个季线啊 都跌破了 所以这就跟大家讲 我当然知道 我再强调 如果不是我们大副条款的话 我就是放空 我就是放空了 我这一个月一直跟大家讲 不要做电子 不要做电子 我们做什么 来1460的 看一下1460 我们做的是这个东西 勉勉强强啊 今天还在平凡 日K线看一下 还在创新高附近 6504我做的是这一些 我能够避开就避开这一些 就是避开那个电子 当然我说过 非电要出头 就看什么 大陆股市如果是牛市 我们刚才看那么多 绕了一圈啊 看那么多 大家都应该了解 我们跟大家讲的 很多股票啊 像这个 好 你有神柱卖到相对的高点 来看一下 6411的金盐 这个股票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大家拼命讲 但是这几天你是赚不到钱 你看那个位置 你就知道了 星象 3293的星象 有没有 你看这个 你看 过去这将近 十几天你赚不到钱 你赚不到钱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观念 来再看一下 3008的大立光 3008的大立光 根本你都赚不到钱 台积电再来 2330台积电 你看看 台积电是这个样子的 每天都有利多 每天都有利多的台积电 是这样子 你知道外资在想什么吗 为什么2474的可乘 还会被调降平等呢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2354的这个红准啊 你看 这个慢慢都一直在跌了 你已经不像之前那个架构了 所以 同学朋友 关键就在明天 明天大副挑战怎么做 不对的话 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我说过我们的股票还好啦 都都 这个手中也不会套牢 都在赚钱当中啊 就算证件股好了 6015的 有没有 他也都是 是在高档啊 6015还在高档啊 有跌吗 没有跌啊 都没有跌啊 是不是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观念就在当下 包括我们看好的不锈钢 不锈钢 2030的 影抢金都慢慢拉偷拉上来 有没有看到 再来 这个非 这个印尼禁运啊 这个菲律宾旅记的话 灭价带动 将灭价掌要带动不锈钢 这个有机会 还有我们跟大家讲 8936的国统 有没有 有没有跌到 有没有跌到 你看他日K线 你看他日K线 有没有 还有呢 838商的千负 今天还收在平盘 平盘附近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观念 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就是有一个观念 这个行情 要嘛去结构转变 要嘛就是什么 你要准备 心里有准备了 今天之所以能够称的是 1301的 这个台数 这个就是观念 大概跌了三十几点的因素 在这边 好 关于指数 麻烦一下这个 这个星云 在指数的部分 最后收价一整天的最低点 指数收价了 8950 下跌了34点 而在今天 成交量能的部分 则是来到了865亿元 按着台北股市最后的一个收盘情形 提供给大家一起来做个参考 那在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 到底传统产业要看哪些标的 广告之后继续带您观察 马上回来 专阅 诚信 负责 致富专线 022392 3988 从一块田地 它的气势 就会看得出来 这块地的主人 它认不认真啊 情不情分 这些事情都是老人家 山林 自然 大人跟小孩 都是我的老师 就算是现在已经回到家了 我还是再找回家的路 因为部落的事情永远都学不完 我吃过药了吗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啊 吃过了啊 我有关瓦斯吗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脑循环不良 可能造成寄性衰退 循立您可增加脑循环血流量 帮助改善寄性衰退 循立您 微码酥培 萃取植物 制成药品 用天然的方式帮助人类拥有健康 植物药品专家 威马舒培 我在肯定 滑流之心 选拔报名中 相信请上滑流之心粉丝专业 如果这些事物 我们没有回到家里 我们都不知道 每把刀都有自己的生命 就像我做了工作刀 没有工作刀 就像没有回家的钥匙一样 没有刀就没有部落 很谢谢部落的勤劳去教导我们 去学会做自己的一把刀 让我们学会了 制作一把回家的钥匙 家庭采买需要这么累吗 网路两饭店 大买家 欢迎回来 做大环境不好 国际股市都在走跌 所以台北股市也当然受到了影响了 那乔老师你怎么来看待其中的奥妙呢 好 台北股市哪有什么不好的 大家都在重挫 我们只是小跌 我们看的就是大户条款 今天要不是大户条款 我这个两三个礼拜 我是不跟大家讲电子股的 我跟大家讲 电子股你要逢高卖 一个礼拜之前 大概两天之前 上个礼拜 我跟大家讲 生计股你要逢高卖 你看从NBI生计股 国际股市都不对了 但是台北股市有没有机会 有 这个中国大陆啊 还在涨 还在高档 还在涨 那么中国大陆 加上我们的大户条款 如果废掉的话呢 这个焦点 会不会放在非电子股呢 这个就有意思了 大家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股票到今天 都是在赚钱 我也没什么担心的 不会像你每天都为这个 今天跌个三十几点 吓得要死 为什么马上套脑 前两天又去追高了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 这个行情是 是在电子这一块是有很大的疑虑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国际股市的这个架构 我们来看一下 道琼从一万八左右 日本是一万八跌到今天已经一万六千七百多了 这是昨天 这是昨天的收盘 这是昨天 今天现在的日本 已经收盘了是一万六千七百 一万六千七百 七百多 好 已经大跌下来了 那 也是一万八 一万八千多了 掉到一万六千七 这个接近一万八 掉到一万七千一百多 这些都有疑虑 你看不出来吗 这些都有疑虑 这个标准普遇跌破了两千点 好 这些都有疑虑 最主要是油价一直在重挫 油价一直在重挫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 金融市场上的格局是很 这个金融商品是很有趣的 你说油价涨 刚开始油价涨 就是说 经济复苏 油价涨很多的时候 说是通膨 油价刚开始跌的时候 说 另类的成本 大家成本都降低了 所以另类的减税 那油价拼命跌 最可怕的事情是从当下开始 当然 叫做什么 叫做通缩 通缩 是最可怕的 你通膨 因为你还赚过钱 那一直买东西 花钱 花得很凶的话 因为赚了钱 花钱 花得很凶 物价上来 所以通膨 你是通缩 是很可怕 你根本没有赚到钱 却变成通缩 你这个物价 这个涨得比你薪水还高 大家注意一下 美颜指数稍微 弹上来 黄金 这个美工債子利利 都 恐慌指数 首先稍微有点拉回 不过还在20 这些都不对了 都不对了 生计股你看 跌了2.7% 生计指数 有没有看到 生计指数跌了2.7% 不管是一财一一奥 都是重挫 都是重挫 这些都不对了 那么整个架构 我们跟大家讲 从指数走到这里的话 大家一定要小心 大陆股市还不错 现在也 我记得现在应该还在涨吧 大陆股市还在涨 还算是不错 这个月 今年大概可以收到3000点以上 所以我说过嘛 投资朋友 我们刚才这底下打的是 生计指数大跌的话 生计股你要小心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呢 我底下跟大家讲 这个陆股还在涨 至少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那陆股涨的是什么的话呢 大家就要去留意 陆股涨的是什么 那么美国股市 我说过最近 你看 你要注意哦 陆股牛市加非大附条款 等于非电子出头天 你可以慢慢来印证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大附 你说老师 大附条款如果不如预期的话 或是好像解除利多出境呢 那你就不太对劲了 因为国际股市 现在开始要进入 一个空方的架构了 所以你心里要有准备 心里要有准备 那最最早就在这一两天 包括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决策会议 这个也是这一两天的事情 好 那么苹果已经破了 111了 108了 那这一次的话很特殊 这一次跟10月份的股市的跌 不太一样 我们在脸书上有跟大家提到 任何东西都有比较法 这一次恐怕不像10月份那样子 10月份是突然间暴跌 这一次可能慢慢的跌 慢慢的跌 慢慢进入空头的架构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很特殊 这一次 上次10月份的时候 美国股市大跌 大家应该还记得 台北股市不是跌到8500点吗 就那一段全世界都跌 不是只有台股跌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当时候 之所以还能够上来 是因为苹果跟生计指数上来 那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的领跌 是从苹果开始跌的 苹果啊 接近一个月没有开到高点了 所以 苹果是缓步下跌 所以 苹果 昨天再跌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 你有空啊 老人家啊 走走走走 我们的这个粉丝专业 来邀请你来按赞 因为每天早上 我都会把国际 包括我们的操盘工具 这一些啊 我会截取一些重点 没有办法 因为你不是我们的客户 我没有办法全盘 拖出给大家看 但是我们还是会跟大家讲一些重点 因为 掌握国际股市的要件 因为在这个 脸书上也有 投资人也问过说 老师你为什么 抗坏电子 你慢慢就体会 体会出来 因为国际股市是不太对劲的 好 那么这些都跌 鲁宾可能涨了几天 开始暴跌了 都来了都跌 我说全部都跌 美光也开始一直在跌了 那么什么 特斯拉已经跌到四成了 还在跌 美国太阳能继续跌 美国特斯拉已经跌的四成 还在跌 都在跌 这是特斯拉 还有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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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这个 这防疫概念股跌得更惨 可见也没有一波拉的危害 可是跌得更惨 跌得更惨 股市都在跌 各股全部都在跌 这个 这个叫什么 物联网股票也是在开始大跌 已经跌了好几天了 物联网的股票跌了好几天了 在美国物联网 中国股市物联网也不怎么样 这些都在跌 阿里巴巴也还在走跌 都还在走跌 阿里巴巴自从光棍节之后 没有高跌 所以我刚才忘了一下 大家看一下8044的网加 破线了 8044的网加破线了 你要搞清楚啊 是不是 你现在唯一的机会 就像我一样 锁定那个十来块的 那个非电子股的族群 你这个这是观念问题 我认为这是观念问题 中国股市还在走强 还有机会 所以我在这个 要进入这个指数的解说当中的时候 还是要跟大家讲 这个大户条款存费 加入股还是牛市 这是唯一现在台北股市的机会 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跌破季线 可是连美国都跌破季线了 英国跌破年线了 法国跌破年线了 都不太对劲了 台北股市之所以能称的话 就那几个字叫做费大付条款 然后搭配入股的牛市 如果这个都不行的话呢 你要心里有准备哦 我还是那一句话 所以重要的关键点啊 你要看对资讯啊 不要一头栽进去的 就像今天涨停板也蛮多的 都是你不认识的股票 都是那种类似像 那个没有基本面的 在冲冲场子而已 所以你要 你就好像说 可乘你有 鸿海你有 这些你怎么办 这个网家你有 一些什么 这些什么物联网的概念 大家都有 6104的创委 大家都有 天天有人在讲他 开始不对劲 好 关于这个指数要麻烦欣云 好来看到期货市场 最后的一个受盘情形 就是如何呢 台指期最后的一个 这个跌幅是来到了 0.6个百分点收战了 8981 至于在电子期的一个部分 跌幅则是来到了1.1个百分点 至于在金融期的部分 今天这个跌幅则是0.43个百分点 在期货上 最后的一个收盘情形 提供给大家 一起来做个参考 好看完了期货 邱老师要带我们看什么 好我想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行情 那么 我们来看看个股的一些格局 好了 那鸿海今天已经拿到86了 我当初跟大家讲鸿海 当初跟大家讲鸿海 来照一下 这是鸿海 那说这什么日期 我们稍微照到这里好了 有没有看到 这是11月20号 我跟大家讲97块 我还话先跟你讲 这个不能破 为什么呢 因为 苹果啊 都没有见到高点 它已经不太对劲了 当初的这个鸿海 再照一下这里 是97块 今天86 11月20号 11月20号的97块 我就跟你讲 不太对劲 用黑笔鞋 要赶快卖 那时候跟大家讲 鸿海这段时间 今天股价来到 八个月新低 对八个月 86块了 86块了 这个 投资朋友 有人跟我说 你为什么看保守电子股 可是我看好这个啊 我看好这个啊 我看好这个 十几块而已 我看好这种的 我认为 你要是废刀 这个是具有爆发力的 而且它最近开始 一万张的大量了 只要出现八千到一万张 当然都是底部齐涨区的 我是看好这种 又是集团的 这个我讲了好几天了 我还看好什么 我看好这个 我看好这个 今天啊 这个也在涨 但是还好啦 并没有 还没有突破 差一块两块 它已经整理到最后了 南六 访签的 这个也是啊 所谓的这个 中概股的题材 我看好这种的 外资也是调高它平等的 我说 我们东西啊 都一定要 要实施的跟大家讲 我说 我当初跟大家讲 你试试看吧 这个叫大富条款的概念股 你十几块嘛 十块买买啊 九块买嘛 或者 这个 十块钱买 十一块钱买啊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五%三%不要嘛 赌一把嘛 好像长期就这样子了 这都十块左右的 这种股票一下子啊 标到二十块三十块 太容易了 我们看好的是这个 这个 有跌吗 没有啊 而且好戏才在后头啊 我跟大家讲 今天要跟大家讲 赶快上车哦 基本面也OK的 这个再不涨的话 台北股市有什么可以涨的 你告诉我 已经没有了 因为苹果一直在跌啊 你难道不知道苹果一直在跌 没有苹概股 现在还在讲苹概股吗 你会不会有点 有点这个后知后觉啊 我每天在跟他讲苹果不对了 苹果不对 我每天都跟大家讲 那么技术面来看台积电影 是一样啊 我们来看一下鸿海 鸿海 刚才看鸿海的这个 这个架构 我们来看鸿海架构 你会觉得真的 真的鸿海早就不对了 早就不对了 你看鸿海是在做什么时候 十一 我们在讲还算是慢半拍 你看我们指标 鸿海的指标 我们看到十一月十二号 十一月十二号就不对了 这是鸿海 你看一路走跌 当时候还在九十九块 我是看不看 当时候鸿海还在九十九块 你看一路跌 一路跌 你看一路跌 所以你有指标操作 加上观念清楚的话 你不会套住的 鸿海 然后再看台积电 台积电这三天来也不对了 台积电这三天来也不对了 台积电什么时候开始翻空 有没有 有没有 在十二月二号 月初的台积电就不对了 十二月二号 有没有 这个就不对了 就不对了 台积电那一百四十块 附近就不对了 台积电我跟大家 我这边一定跟大家提到过 台积电来一百四十块以上 就外资的平等的最高点了 然后长期历史的这个大套牢区 就在一百四十块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电子是保守 两大主流 一个台积电一个鸿海 怎么可以做多呢 怎么可以做多呢 国际股市的恐慌指数 大家都很清楚 我都在追踪这些的 但是我看多这些 打底完成基本面好的 非电子股的族群 我看多这个 我看多什么 我看多千负这种的 我看多这种的 有没有 你认为它没有涨到吗 它跟国统一样都涨的四成 我看多这个 我说中国的水石条 这一个月就会发布 中国的这些环保水资源概念股 是飙翻天了 都飙翻天了 我是看好这个 中国的水石条 是十兆的商机 我们再来推演 投资朋友继续推演 如果你看到 国际股市的高科技股 是这种跌法的话 你看到国际的 升级指数是暴跌的 你如何看待这段过程 当然有反弹的这些股票怎么做 你不可以埋在 这个躲在棉被里面说 当你没看到这样做 我每天跟大家讲 这些国际股市的资讯 都是第一手的消息 全部都是第一手的消息 包括我刚才跟大家讲 不不秀刚我看好 有没有 你记住我说的嘛 有没有 印尼啊禁止禁运这个 涅矿 那本来 这个菲律宾还可以 可是菲律宾最近在下大雨 也没有办法开采了 所以这个都是 这个反而是最后的 它可以让你冲上去的 因为它没什么动到嘛 从这里涨到这里 也不够涨三成左右 它也不够拉到两成到三成 可是呢 它的后续啊 它在十几块而已啊 去年赚一毛钱 今年现在已经赚了一块二了 去年赚一毛钱 现在已经赚了一块二了 总比玉金光那些好吧 还在赔钱赔了五块六块的 总比那些好吧 你想一想我讲的啦 如果这个 这个就是好像说的 没有这个机会的话呢 那台北股市就是空头了 国际股市现在有一点空头的样子 未来几天啊 道琼跌破了一万七啦 反正今天那个日本股市也跌破一万七 你从日本啊 我刚才上班人给大家 日本啊港股啊 香港啊 德国英国法国啦 就不要讲什么澳洲那些了 不要讲澳洲那些巴西那个更是惨不忍睹了 对不对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我们美国那斯达克 道琼那斯达克 全部亮给你看 NBI生计指数 全部都亮给你看了 但是唯一跟他们的样子不一样 就是大陆股市 那大陆股市呢 会带动内需嘛 所以我说这个这个这个今天有没有点没有啊 就在那边绕而已啊 有没有 明天不行的话 我买在低点该卖我也会卖啦 我买在低点我该卖也会卖啦 我不对的话我该卖也会卖 这个最正跟大家讲 我们到时候跟大家讲什么 来我们看其他 有没有 美食啊 还记得我在跟大家讲的美食吗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在这里啊 11月大行情是他美食 有没有 后来来到这里我跟你讲说 这里大压 不要再追了 你看这个什么价位 来到这里 120几块 20块左右 美食这一波是不是来到这附近 有没有 有没有来到这附近 是不是 是不是 不会动啊 MBI也是这样子啊 来到重要的关卡 不会动了 不会动了 我到时候跟大家讲 怎么讲基亚 这什么价位 你自己看看 120附近 我说这里啊 回撤一下 就是要往上 120附近 今天的基亚 我叫你要往上卖了 有没有 今天的基亚 美国NBI 生计指数 已经中错了 所以叫 为什么 一样啊 他跟美食一样啊 跟美食一样 来到这个关卡 一样跟美食来到这里 有没有 这个啊 加上NBI指数是中错 他也来到这里啊 也来到这里 这很大的套牢区 再加上NBI指数 如果说NBI指数开始中错 已经中错了 两三天了 已经中错了两三天了 所以一样 你能够做的股票 已经不多了 但是啊 就是因为这样子 台北股市撑住了 如果这是啊 利多才要开始的 大幅调完废了 利多才要开始啊 有些股票 因为还没有动 才十几块 那个标起来 速度会很快的 农历过年前 看能不能来个 倍数获利的 但是不是你想象的这一些 不是你想象的这一些 大家脑筋一定要慢慢的 体会我跟大家讲的 观念就在当下 要有用啊 来我们这个脸书 因为我们都会谈到 国际股市 大陆股市也会讲啊 大概全台湾的这个脸书 能够这么完整 也没有了 一早就用好了 一样呢 如果大部条款废掉 有没有 市场预期 大陆股市还在涨 下一档标马要跟上来 如果大部条款 不如预期 不太对劲 优往下 也要往下的 往下的标马股 大家留意 这一两天 重号关键时间点 不要在自己在那边乱拆 跟上脚步来才是真的 好 谢谢乔老师 为我们带来这一集时的分析 那整个国际股市大环境不好 目前现在出现了一些 条件的压力 为什么台北股市这几天 还能够hold在这边 最主要的关键因素 刚才老师也特别提到了 还是因为跟明天 整个大户条款 到底会不会废除有关了 那当然我们可以追持 这个持续的来追查 就是这个大户条款 后续的一个进度 那台股新更荣越 也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准时与您再会 拜拜 拜拜